相见为佳,Selky Vital Air 第一次用之前,和每日清洗你的书油遮理避罩和喉管是很重要的。 为了有最好的清洁效果,避罩需要拆开清洗。 首先,由弯管里面拔出软垫。 然后,分开头带和弯管。 旋转接头是连接着弯管,不可以拆开。 每日用温水稀释洗洁精,清洗喉管和非布料的避罩零件, 避免用含有护肤或者保湿成分的清洁剂。 也不要用漂白剂、酒精或者含有以上成分的清洁剂。 用清水彻底冲洗干净再封干,避免曬到阳光。 避罩和喉管要完全干透才可以用。 你也可以在早上洗净时,同时清洗喉管,然后挂在浴室里面封干。 如果要用时,避罩和喉管仍然未干透, 可以将它们拨去睡眠呼吸机、开着机,将水分吹干。 避罩和喉管必须完全干透才可以用。 避罩的布料组件应该每个星期或者有需要的时候用手洗。 可以放平或者挂起浪杆,不可以用干衣机。 检查避罩和喉管有没有破损,令到啫喱外露。 有需要时更换组件。 请跟着以下的步骤重新造装避罩。 将弯管、三角开口和远战平台向下放好。 将弯管按入去三角开口,直至每边都完全平整。 将远战推入弯管背面。 弯管、头带和远战要互相贴实,中间没有空隙。 远战要紧紧逃在弯管,而被枕的角度应该朝向避孔。 如果有空隙或者远战的角度很低,请脱下远战,重新造装。 如果安装正确,Philips Respironics 的标志会在后方头带的外側。 让我留意出帷入弯管背面。 您能够自己rt未经许多?